我們志祺黨的這個高嘉瑜 拜託一下 社會民主黨的柏洋 你要柏洋 這個柏洋我們去找他的時候他沒有答應 他說在同一個選舉裡面 民進黨的同志表現也很好 他一樣會支持民進黨的提名 不一定要他選 我們不是說 賴清德黨主席去找他他就要 我們就是拿迷意調查給他看他才答應 我們給柏洋一個又找他 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跟我們客家鄉親 請他們支持 當然感情很重要 感情很重要 但是我認為 大家一定要讓我們 陶竹苗還有屏東 雙北客家鄉親 知道民進黨的客家政策 還有過去民進黨 政府為客家鄉親 你到底做了什麼 這個怎麼重要 那我一直認為 我從這裡已經近30年 過去在國民大會 在立法院 然後剛才也在地方政府 後來來到行政院 現在在總統裡面 我認為在台灣 所有政黨裡面 對客家鄉親最友善的政黨 就是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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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惜 並不是所有的客家鄉親 都了解這一點 所以要靠大家 多多宣傳 讓他們能夠知道 從而能夠對民進黨的候選人 給予最大的支持 那為什麼說 民進黨是對客家鄉親 對客家最支持 最友善的政黨 第一個呢 我們的族群文化 是多元尊重 尊重客家 尊重原住民 尊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每一個族群 那有些人可能會說 不是每一個政黨都一樣啊 沒有 不是每一個政黨都一樣 有些政黨是主張喔 族群融合喔 族群融合喔 族群融合成一族 族族啊 是不是 對不對 只有我們營養喔 從陳水扁當總統 到蔡英明當總統 我們都是落實 多元尊重 生活在這塊土地的所有人 通通都是這塊土地的主人 大家說是不是 大家說是不是 是 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馬上推動 新客家文化運動 所以成立了客家委員會 是吧 成立客家電視台 沒錯吧 成立客家聯播網 沒錯吧 對 對 在大學成立客家學院 沒錯吧 沒錯 成立客家文化園區 沒錯吧 好 提供客家文化博覽會 沒錯吧 是 你看 做這麼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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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水扁當總統當選之後 是非常支持客家 然後保存客家文化 那蔡允總統當選之後 推動的客家文化復興運動 這個 浪漫台三線 是蔡總統推動的 重要的客家產業運動 沒錯吧 沒錯吧 沒錯 好 客家文化的籌備委員 就是 徐政風教授 徐政風教授 其中一位 來掌聲鼓勵一下 2016年到2020年 浪漫台三線 總共投下40億元 一方面 要宣揚客家文化 推動客家產業 讓客家朋友 沒有客家鄉親 絕人 身為客家人 感到驕傲 所以 我剛才少講了一個 陳水扁總統之代 還有 童花季 沒錯吧 對不對 掌聲鼓勵一下 你看 做這麼多事情 做這麼多事情 那蔡允總統 推動浪漫台三線 第一任期的時候 第二任期 還有三六九 客家浪漫三六九 六堆 六堆 還有花蓮 花東的排九線 2021到2025年 預計再投入25億元 持續宣揚客家人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中兆正先生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沒有客家話 就沒有客家人 所以客家文化運動 走上街頭 前前後後幾十年了 對 要求客家成為國家運動 一直到 蔡允當選總統 還有我當行政院長 我們推斷客家集團法 修改 修改國家運動 讓客家成為國家運動 給蔡允當選總統 給蔡允當選總統 我先說到這裡 大家想一想 哪一個政黨 針對客家文化 或是客家建設做這麼多事情 只有民進黨 有沒有一個政黨 這個樣子 沒有 有沒有其他政黨 沒有 在聯黨 即便是執政 過去執政 50年的國民黨 也沒有這樣子 在推動客家人化 然後 關心 支持客家鄉親 我說的有沒有錯 我說的有沒有錯 沒有錯 那有一些政黨太年輕了 因為他沒有中央 沒有執政過 我們不能苛求 我們不能苛求 但是 我們也沒有從他的 政黨的黨竿 或黨章裡面 或是 在 他執政的地方政府 曾經推動 民進黨執政 類似的政策跟活動 大家說對不對 立委 立委 還有客委會 平常都推這樣的事情 還有一個 像張茂雯 然後從苗栗上來 成立客家協會 成立客家協會 就對這些客家鄉親 年紀大了 就把他當作 爸爸媽媽這樣照顧 年紀小了 像當作這幾個兄弟姊妹 當作孩子這樣關心 我們給張茂雯 張茂雯 當作也跟著廣告 我為什麼知道 因為 我當院長 跟當黨主席的時候 他曾經邀我去參加他的活動 哇 好多 台北式的客家鄉親 跟張茂雯就像一家人一樣 他好像 明明都會送給他一隻雞 韓東送來 哇 這樣孝敬這些長輩 還有重陽節活動 重陽節活動 老人公會祭典的 老人公會祭典的重陽節的活動 讓老人出來載歌載舞 讓為這個 緩解這個高齡化的壓力 你看 掌聲鼓勵一下 那修法照顧老人 蔡蓬蓬任內 也有一個國公照顧在哪 對吧 是不是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 客家的鄉親知道 民進黨 最支持客家鄉親 也最支持客家文化 這個我們一定要讓客家的朋友知道 那另外呢 我也會在 兩位前面兩位總統的基礎上 好 持續 持續來加油 我認為第一個就是要 向下閘根 就是因為我們的客語啊 現在已經是國家語言 我們應該要更有計畫 讓我們的孩子 就能夠學客家化 然後呢 客家化 也能夠在公務機關裡面 來遇用 大家贊成嗎 那第二個 那第二個 我認為 我們一定要好好善用客家精神 客家精神 客家精神 因為客家精神就是應景的精神 剛剛這個 陳明珍主任也有講到 因為台灣面臨的挑戰很多 國內外的挑戰很多 所以呢 我們要學習客家應景的精神 不管是不知道怎麼樣的困難 我們都能夠發揮客家的精神 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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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現在你看看 這個 中國對台灣啊 不放棄 鼓勵 運分台灣 然後 對台灣的壓力啊 越來越多 越來越強 也越來越大 特地 希望 運用這個 他們的壓力 來影響 所以我們更要發揮客家應景的精神 還有寶箱衛土的精神 大家共同守護台灣 大家說好不好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 我今天真的很高興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因為 我認了這場選舉 大家一定要有幾點 非常重要的認知 第一點就是 這場選舉非常重要 我們一定要有 因為這場選舉 攸關台灣未來的前途 後代子孫的幸福 民主憲政體制是否延續 也會影響異派的和平跟穩定 所以呢 我們在場 台灣對 我們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贏得這場選舉 扛起我們的責任 讓台灣在民主的道路上 持續壯大發展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 那第二個呢 這場選舉 還沒有決定 還在配話當中 還在配話當中 所以 最後登記了 會有幾組 現在沒有一個人說過這個 但是我們必須要 做最好的準備 大家說準備 對不對 做最好的準備 那第三個 大家要知道 我們在場各位 還要去決定更多客家相親 在這場選舉裡面 發揮最關鍵的議案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 除了台北市 這些立委後人人以外 桃竹苗的立委 我真的要告訴大家 真的要告訴大家 目前 桃竹苗的立委 真的都在激戰當中 激戰當中 非常需要外地的援助 我們 我們住在台北 我們住在新北 我們一定要把力量帶給桃園 新竹縣市 還會有力 我們這一次啊 因為選舉對台灣是重要性 那我身為民進黨的黨主席 我不敢大力 那我也千杯防險 我認為單靠民進黨 恐怕力有未大 所以我提出了民主大名龍的選舉策略 也就是跨黨派 跨世代 跨民運 民進黨好的英國人才 我們要提名 如果有別的黨派的 有好的人才 我們要提名 然後大家 讓民主的力量也發揮到最大 共同承擔台灣的歷史性的使命 所以 這一次你看 台北市我再介紹一次 因為重要再介紹一次 我們自己黨的 這個高嘉瑜 高嘉瑜 好 拜托一下 拜托一下 那 社會民主黨的伯雅 你要伯雅 這個伯雅 我們去找他的時候 他沒有答應 他一開始沒有答應 他這個選區是可能會贏的選區 但是他一開始沒有答應 為什麼呢 他說 在同一個選區裡面 民力黨的同志表現也很好 他一樣會支持民力黨的提名 不一定要他選 那我跟他說 在這麼重要的選舉裡面 我們一定要推 最不眾望的人 誰最有機會勝選 我們就推他 我們不是說 賴清德黨主席去找他 他就要 我們真的是拿 迷你調查給他看 他才答應 我們給柏妍那個藥角 然後 然後 許書華為人 哇 上次許書華 差太看了 一叔叔 差一叔叔 所以我們客家鄉親 給他添個襯頭 提一下慶堂 他就過關了 這個 這一席 很有機會 有一個兄弟 有一個爭場 也最需要我們客家鄉親 發揮最關鍵的力量 大家知道好不好 另外我們 謝偉分 刺起人 刺起的孩子 哇 謝偉分這個是漲價 我以為他只會讀書 北歷 排到考慮 哇 那個 也高到考上 律師高考 然後哈佛 然後又到聯合國去 當這個 外將官 然後 然後民地黨的 國際事務部主任 非常厲害 上次他是在大行區參選 那這一次呢 這個 柏雅 這個 這個 民調做出來不太好 他皮膽 這個精神 然後 然後他來佔那個 好 周山 對 周山這個選 請我們來這個掌聲 我們來 自己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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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女兒 我們一定要支持她 好不好 好 好 另外就是 王女生 人山區 哇 這個 苦戰區 苦戰區 王女生 王女生 也是非常之深的預言 生恩基層 表現非常好 表現非常好 那他這個選區 真的選票的結構 對他相對不利 所以 敬請我們更加相信 有沒有在人山區的有沒有 好不好 我們回去就 開始就替他拉票 看很多 很多 很多姐姐 很多媽媽 菜市場 你就去買 買菜的時候 就不要抽嫁了 好不好 你錢也不要找 我就說請他們支持王女生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另外的吳佩麗 吳佩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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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佩麗是 陳天玲常佐 他在意味 表現的軍人傑出 他這個選區的選票 接受是入國 入國 現在選前 也是入國 所以大家支持他 這個很有成就的 一個選區 好不好 好不好 那另外 還有一起這個 這個 綠黨的曾伯宇啊 這個很有意思 我們找伯雅這個選區全民 伯雅是 親大 然後呢 曾伯宇那個選區啊 這個 親電區 非常安全的一個選區 我們找他 他沒有批得住 他就答應了 哇 那很清楚 那曾伯宇的和諧人員 他是太陽花學歷的 學生領袖 跟吳佩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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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曾伯宇他是這樣 他知名度比較不足 大家比較多認識他 可是他充滿了影響性 他還是黑熊學院的副製警長 非常有影響性 所以我們去找他 他們明知 這個選區非常難選 沒有這個計畫 他只說 如果黨認為 他可以承擔這個責任 他願意承擔 我們給他越來越獎勁 哇 另外來 我們新竹縣市 新竹縣市 也都是 過去都沒有參選過 講新竹是林志傑 教授 哇 那個揚明交大的 科學所的所長 教授 這個我們找他 他也是那一句話 沒有其他更適合的人選嗎 如果 黨認為他適合 他願意 加入民進黨 扛起這個責任 林志傑聽出去 哇 那個 大家好 為了台灣 願意放下教授的位置 他本來是武黨籍耶 武黨籍耶 他就是因為我們邀請他 他惡話不說 他加入民進黨 然後投入這場選舉 林志傑 我們一定要讓他當選 好不好 然後另外 新竹縣第二選區的 曾盛凱教授 他也是教授 他也從來沒有準備要參選 也是因為社會推薦 認為他很好 他也是揚明交大的教授 然後我們去找他 他也是認為說 如果 台灣需要他 他願意承擔 所以他也因此加入民進黨 來投入這場選舉 我們給他一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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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他來掌中央的時候 我真的有一點不捨得 怎麼說呢 因為他的孩子還很小 還很小 現在我去新竹縣了 他太太也都出來幫忙 我看到曾盛凱教授 就像看到當初的我一樣 我那時候絕對 其實我的孩子也很小 也很小 都是一番熱情 都是一番熱情 另外 新竹縣第一選區 這個張靜穎 年輕的女孩子 雖然年輕很輕 但是呢 對社會的服務相當有誘程 在黨中央擔任過黨工 蔡英文選總統 進行總部服務過 也跑到桃園 擔任這個 一個文化協會的執行黨 相當點熱情 因為我們去找他的時候 他也是願意承擔這個重責大任 那桃園也是一樣 桃園也是一樣 都是非常多是人才 我特別花一點時間跟大家報告 國家是 在面臨困難的時候 有許許多多的女人 特別是年輕人 願意站過來承擔 其實令我們是還蠻感動的 令我們很感動的 所以我進行我們客家富老鄉親 發揮最關鍵的這個力量 發揮最關鍵的力量 蔚英文你們支持下去 這些候選人通通都會大選 拜託大家好不好 好不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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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